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两位是否建议留学生在海外打工 是不是会影响到学习 我的观点就是什么 打工没有错误 但是你要打工要打什么工 你能学到什么东西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经济上不是很拮据 能过得去 也可以去打工 哪怕不给你签也去打 打那个工能积累到好的经验 我像企业招聘学生经常问 说你看我就没有工作经验 对吧 我这个就是没有工作经验 那你不让我写打工经理 不让我写社会实践 我怎么办 我说你写没有错 但是它说明什么 你得给我讲清楚 你从里面学到什么 没有人升到这个世界上 脑门上就写的经验来 都是你工作两年不就有经验了吗